晚安 欢迎收看台湿新闻 全球现场我是书凯文 新闻一开始 但您关心台南新化区中心路上一处消防栓上午突然断裂 水柱喷出大约三层楼高 巨大声响吓得附近民众以为发生了地震 通通跑出来查看 消防队员获报之后赶紧派人将水关掉 根据了解 原来是附近工地的吊车在倒车的时候不慎撞到 导致消防栓断裂 现在正直干旱旗 水就这样流掉了 也让不少民众觉得好浪费 吊车挪了一下 半分钟后 车开走 没想到消防栓往旁边一倒 水立刻往上冲 巨大声响吓得民众以为是地震 通通跑出来看 根本就是喷泉 水柱高度超过路旁电线杆 仔细一看将近三层楼高 连地面都积了一大滩水 消防栓隔壁塑胶盆栽 受不了高压水柱碎裂一地 消防队货报赶紧派人来关掉 可是开关却在水柱旁边 29日上午台南新华区中心路上 消防栓断裂导致水大量喷出 整整留了半小时 工地那个卡车 饮料 不知道载什么东西 静止 可能在这边 抹口或是不小心转断 转断 自来水公司将对肇事者进行后续求偿 连日干旱 消防栓被撞断 水就这样流掉 难怪民众直呼可惜 好好的水资源白白给浪费了 记者黄富奇 台南采访报道